欢迎回到第一堂第十节的APDUCT 今堂我们就会完成了这个部分 就是将这个user这里改成我们现在这个current user的first name 就是Alex 做法就首先在adam我们的main page在header下面 就开一个script就用来放我们的javascript 之后就其实是在firebase的guide那里 就在左手边按guide 然后下面就有写user authentication这个部分 目的下面就是这几行code 基本上就像之前这样将这里改成我们自己的connection 就是要连到我们自己的app 还有这个ref就要跟回我们自己的写法 就是myfirebase ref 基本上就是将这几行copy 然后paste到这里 接着呢去回我们的facebook clone的html的file那里 找回我们自己的connection 就是叫做这里 叫做myfirebase的reference 记得我这个就连入我自己的firebase的database 你就在这里改回你自己的app 接着呢就在这里 ok我们把整句改成我们自己的句 之后呢这个ref就改回我们这个myfirebase的reference 其实这里在做什么呢就是和之前一样的 这里就是连结去我们的firebase的app那里 然后在这里呢就是叫一个onauth authenticate onauth的function 然后呢它就会 在这个里面呢就再叫这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呢就写了在这里了 如果它可以拿到authenticate的data的话呢 ifauthenticate的data存在的话 它就会做这一样东西 它就会在console的log里 叫这一样东西出来 换言之呢就是这个authdata.uid 就是我们现在login了user的uid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uid 就连连到我们profile的database 拿回我们的资料出来 所以呢这里在这个function外 我们就叫一个variable 这个variable就叫currentuserid 是不是 那我们就把这个authenticate.uid 就扔进去这个currentuserid那里 所以呢我们就整句 把它改成currentuserid等于authenticate 那下一步呢就是retrieve data 就是拿回那个data 那就在guide的这里 retrieving data这里 那它就说了 ok我们 我们做了一个connection之后呢 就是这几行 那这个ref呢就跟我们之前 在facebookclone里面的save 就是你的profile 是一样的 那你就要有一个child 就是慢慢逐个逐个 应该说是逐层逐层的资料 连进去呢 就是说我们在一个资料辅导呢 因为第一层呢 就是我们这个app 那个childuserprofile呢 记得到这里 就是childuserprofile 然后下面这些呢 我们才扔一些data进去 那同样地 如果我们要拿回那个first name出来呢 那我们就要连进去这里 再连进去userprofile 再连进去这个 才可以confirm到 咦 是不是这个userID 那所以呢 我们就先抄回这几行code 那在main page.html 这里下面呢 paste 之后同样地 这一句呢 因为我们本身已经有了 就不需要 这里就改成 myfirebaseref 然后呢 就.child ok 就连进去userprofile 是不是 那我们连进去userprofile 那问题就是 我再连进去这一行 我怎样可以拿到这一句呢 那我没理由每次 就是我每一个user 我都会知道 究竟他这个ID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userID 正确来说 是这一行 而不是这一行 这一行呢 就指不我们这个新增的item 这个新增的项目的ID 是他自己随机弹出来的 是无关事的 那问题就是 ok 有什么方法 可以连进去userprofile之后 可不可以跳过这一行 或者是有一个方法 拿到这一行的资料 之后再连进去呢 那我都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 这件事 那我终于被我找到 原来呢 就有一句叫做order by child order by child 就是 ok 你可以 不连进去这里先 你只能把这一二三三行的 他order 就是他的顺序 用他的child 就是这个branch 这个分支来排序 那好了 原则上就是说 我可以选userID去排序 之后 我再找一下 咦 哪一个的userID 是match我 现在这个current user的ID的话呢 那我就 拿回这个item出来 好了 做法呢 就是这样 在一个child user profile之后 我就写 order by child ok 他order的方法呢 就是 这里 userID 我写 userID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回 retrieving data 下面是有一项 是叫做 quering data 这里 那再搜索一下 你应该会见到 或者就这样search order by child 是的 就是这一项 order by child 之后 你就可以set equal to 就是这里 ok 你可以加另一个query 就是另一个条件 就equal to这个 那我就要画了 ok order by child 之后 我要将这个 改成 equal to 我现在的 id 那我们就之前 save 低了 save 到current user id 这里 之后呢 他就会跟回 这个function 就订回 onValue 就会弹回 snapshot ok 之后他就会 console的lock 里面就会 叫snapshot.value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看看 alert 这个snapshot not value 是什么 ok 那我们就回到这里 refresh 然后就弹了一个 alert 就订了object 出来 那怎么可以 知道这个object 里面是什么呢 这个方法就是 ok 我们不alert snapshot.value 我的方法就是 for object in snapshot not value ok for 这里就要 包住 因为它是一个object 那其实这里叫什么名 都可以的 没所谓的 x啊 y啊 result 都可以的 只需要是一个单词 for 一个单词 就是object 我们都要用in 那一辣东西 ok 我们就alert object refresh 那一看到 咦 他扔回这行 code 给我们 扔回这行数值 这行数值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那就是说 咦 原来我们可以拿回 这一样东西 那 既然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可以再 做多另一个连结 我们就先由这里 连入去user profile 再 连入去这一个 然后就可以拿到整个profile的资料 那我们就可以拿到 first name 那 等我重复一次 我们刚刚做过些什么呢 就是首先 我们连入去 就是我们myfirebase reference 那里呢 就连入我们的app 就是我们连入去child 就是user profile 问题就是我们 我们没有可能知道 我们的user 是 profile 是哪一个ID的 我们只是知道 user ID 我们不知道 profile的ID 但是呢 我们就可以用order by child 去跳过这个部分 直接将这些所有profile order by 就是将它排列 用user ID去排列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看 咦 有哪一个profile的user ID 和我们现在登入的user profile 一样 那就equal to那个部分 之后 再 偷回那个 数值出来 是吧 那就是最后这里 这一句 onValue function snapshot 这些都是我们抄出来的 只不过我加了中间 这一达query 就是加到中间这一达 条件 这样 接着 他就给了一个snapshot.value 我就知道是一达object 那我就 用for object in snapshot.value 是吧 我就想 看一下这个snapshot.value里面究竟有些什么 那我就用这个方法 然后alert object 就挂回来看 咦究竟这个object 是什么 我就发现 咦 原来object就是这个key了 那所以呢 我就可以在这个function里面 是不是 等我拿到这个key之后 我就在里面再写第二个function 就从头开始 就由这个 连入去 连入user profile 连入这里 再拿个first name ok 那就是说 我不用alert ok 那我就 从这里 抄回整个function 那我就不用alert 是吧 那跟着呢 那今次我们的连结就是 my firebase reference 去到user profile 我们不用order by child 不用equal to 我们直接用 child ok 如果child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object ok 那或者我们这里 不用object 因为object 比较 难知道是什么 我们就用profile key 就这里 都叫做profile key 好 好了 我们这里就不需要用forobject and snapshot 因为我们不用进去看看snapshot里面有什么东西 而是直接 ok 用results 等于snapshot val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 应该用variable 加回variable 因为这个是新的 这个是一个新的variable 所以加回var 我们就把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object 那我就把这个 我们自己定义的 ok 就等于这个 其实可以说是多 有点少许多 但没所谓 你这么做到 ok 之后呢 alert 试一下 ok results.json 或者object的 提取方法就是 dots 接着你记得呢 就是后面加回user id 我们可以试一下 回到网站 refresh 可以看到user id就是我们之前的 但我们需要的呢 就是first name 看能不能给我们的first name refresh 就是了 Alex 就是对了 所以我们把这一句 改成我们这个results.first name 很简单 就用jquery 我们记得 这个 user first name这个位置 我们叫做user box name 我们用class的 所以呢 就是一点 我们可以 dots empty 再 dots append append 这个results dots first name save 我们回去了 refresh 看到是Alex 那整个做法呢 就是这样 我们都会尝试 会在appbook的网站上 post完整的code 等大家如果有什么出错的时候 可以看那个code 又或者 可以在youtube comment section 那里问我究竟 有些什么地方 可能出错了 不知道的 都可以问我 那 这一堂呢 就是这么多先 下一堂呢 我们会做完 怎样可以 寫个post 进去firebase 或database 怎样可以在firebase 拿回一些post 出来 多谢你收看今集的appbook 我们下一集再见